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 龙雪华堂这些年举办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活动 只是人们稀来攘往 却对这栋建筑物的由来和历史了解不多 龙雪华堂与吉隆坡的开辟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全新的吉隆坡博物馆也将住进这栋历史建筑 龙雪华堂的前称是雪兰娥中华大会堂 其机构成立于1923年 建筑物则在1934年竣工 龙雪华堂的成立是由先贤陆佑 朱家炳 张绿才等人倡议发起 而建筑物所在的这块地皮 更是陆佑和甲币丹叶官盛 联名向政府申请回来的 龙雪华堂自竣工这几十年来 见证了吉隆坡的无数变化 并且在2007年列入国家文化遗产 为此 龙雪华堂副总秘书李英伟表示 在龙雪华堂成立吉隆坡博物馆 最适合不过了 因为其建筑本身就是一座文物 当时有提出一个建议是说 不要只是做文物馆 因为文物馆的定位就是收集文物 摆放在那边给大家看 那我们大卫堂的历史不只是文物而已 可能很多是重大的事件 因为龙雪华堂到今年已经97年 横跨很多年代 包括从独立之前到独立过后 但是我们也理解说 博物馆本身的定位是一个很庞大 很复杂的一个概念 可能包括在海外 有些博物馆可能是包括做考古的 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会做很多历史的收集 然后把它整合 统的然后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阶段 有能力做到的 李英伟深切理解到 尽管雪龙一带有诸多的官方博物馆 以及民办的文物馆和纪念馆 但是没有一所是真正记录吉隆坡历史的博物馆 为此吉隆坡博物馆的存在是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吉隆坡馆呢 是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华社对吉隆坡的发展是不是很了解的 每当有学者提出某个某个马来人或者某个马来的酋长 发现或者是第一个踏入这个吉隆坡这个区域的时候 那我们的华社就有很多那些原论出来说 这个是川改历史 他说我们的叶尔莱才是开服工程 其实真正来讲叶尔莱是吉隆坡的第三任的总裁 所以叶尔莱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为什么叶尔莱是这么重要呢 是因为吉隆坡曾经经历过雪狼的内战 所以叶尔莱是重建吉隆坡的最大的工程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华社对历史的定位 历史的了解是很局限的 而且可能在官方方面也很少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方面去多挖掘这个资料 但是这个工作是一个长远的工作 现在我们只做到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们龙水华堂本身的历史的一个介绍 目前在龙水华堂举办的百年前砖 龙水华堂大世纪特展 正是吉隆坡开馆前的热身活动 特展看似在展现大会堂的每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他也展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每个阶段的身份转换 根据这一点 特展以乔民身份 公民身份 华人身份和马来西亚人身份四个主题区 讲述大会堂的历史 第一个区块乔民身份 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初到1957年 大会堂推动乔务活动 协调华人事务和参与本地正式的角色 早期龙水华堂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跟其他的会馆很相似 因为我们就是所有会馆的一个总机构 所以当时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华人来到这边来当旷工什么 他们可能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先来大会堂 我们这边就可以受用他们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会所 接下来的公民身份区块 主要讲述的是国家独立之后的 1958年到1986年 大会堂在维护公民权益 捍卫母语教育和回应国家文化政策 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二次大战过后 中国又发生了那一战 发生那一战嘛 那么就是说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华侨 根本就回不去了 因为那时候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统治了这个中国 那么回不去了之后就变成说 当留下来的这些华人 就要申请这个身份公民权 所以那个时候大会堂的功能的角色 又在处理这一部分 在华人身份的区块 主要展示的是1987年到1999年 大会堂积极捍卫华文教育 倡导民主人权 以及维护华人权力的事迹 在80年代的时候 政府开始要走向单元的那个政策 这时候大会堂的功能又开始浮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出概念是什么 就是林源一老师所提的共存共荣 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个精神领袖的人 虽然他不在了 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很 应该是说非常符合这个时代 最后一个区块 马来西亚人身份 则展示大会堂近20年来 在捍卫古迹保存 推动公民社会 以及提倡跨族群交流中 不遗余力的事迹 从这个区块能够看见 大会堂的角色 不再局限于表达华裔心声 而是走向塑造一个各族群多元共荣的社会 因为我们是认为每一个公民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公民 其实我们是有这个义务 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 去为我们理想的一个国家去贡献 付出我们的这个努力 融血花糖 我们就是要推动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 当这个社会有什么议题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要很实际的向政府去反应 吉隆坡博物馆 也是龙血花糖近年来的一个计划 在促进各族团结的理念之下 该博物馆也将展现其他族群 参与拓荒和发展吉隆坡的历史 他们始终相信 吉隆坡金石金锐的辉煌 是由各族携手创造出来的 因此任何族群先贤所做出的贡献 都不容忽视 虽然有华总做了这个全国华人博物馆 也有一些人做了一些文物馆 不同地区 但是我们应该把吉隆坡的历史 统合出来 而吉隆坡整个发展历史里面 华人的贡献也很大 当然我们也没有否定 马来人和其他的种族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就准备在吉隆坡馆 把这些不同的历史 包括三大民族各大民族的 就把它呈现出来 可能还包括当时的一些马来领袖 或者是印度人的领袖 包括当时随时收担 因为我们的大卫堂就是收担 苏莱曼来进行开幕礼的 所以我们就不以华人博物馆的名称出现 总部原本在龙雪华堂的华总 于2016年搬迁到全新的大厦之后 留下了不少空间 而百年前瞻龙雪华堂大事迹特展的展厅 正是以前华总秘书处的所在地 目前龙雪华堂也将华总移下的礼堂 化为吉隆坡博物馆的范围 而博物馆预计会在2023年龙雪华堂 100周年堂庆时正式面试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omaitos 分枸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quietond 前线视频当 ant富费月表欧